21、291的位置 如果那個位置站得穩的話 就意味著後市方面來說 有機會稍微好一點 可能就做股市 如果從正路去看的話 港股方面來說 我橫視那一句其實要再跌 其實不知乎要破底 我自己看這次行生指數 可能會回到16807點 這個其實照良照度 雙頂方面頸線的跌幅 為什麼看到16800跌低呢? 因為其實在加息週期裏 如果港股一開始掉落 那個跌浪的話 過去的經驗都告訴我們 很多時候要去到什麼時間才停 就是起碼加息部分方面來說 停止的時候 港股市有機會跌越的 我強調一下 起碼那三次 要去到加息週期 加完才說有機會跌完 其實如果不是的話 過去歷史告訴大家 其實都是會繼續跌的 甚至乎很多時候 其實港股都要跌到去減息 甚至QE出賣 所以我覺得大家很樂觀 我覺得大家不是不適宜 其實港股反過來 反而其實應該是什麼呢 趁反彈的時候 其實就是做減遲 未來方面來說 恒生指數呢 我建議都是做一個波幅炒作 比較穩陣 說的是太樂觀 始終都是一個加息週期 而且其實現在的糧食供應 大家都很擔憂 因為印度方面 昨天已經說到 就是小麥供應方面 來幫我們暫停 暫停給它出口 變成印度就做不到 然後在烏克蘭 就播不到種 全球也是一個糧食方的機會 那斯里蘭卡那種的情況 或者說的是 非洲 南美洲已經開始見到 逐步逐步有了 其實好像智利 那天秘魯那些 對不起 秘魯那邊來說 已經開始有糧食方 因為秘魯和智利 兩個地方 我經常混亂了 但是在秘魯那邊 已經開始糧食方面 有點緊張 因為剛剛開始 其實就是 總季節 其實正常來說 在經濟前後 就是在說 三月的時間 變成了 現在其實剛剛開始 真正正嚴重的時候 應該是去到 大概 中秋前的位置 就開始比較嚴重 或者是比較明顯 因為大家知道 中秋節 大家拿了很多東西出來吃 其實就是 因為耕種完之後 糧食方面 就是生產到 豐收了 大家開始吃月餅 開始吃水果 所以變成 那些時間 真真正正比較明顯 所以未來方面來說 我建議大家 如果回到高位的時候 尤其是靠近上一個 浪頂的位置方面來說 其實這個直播率就不太大 反而反過來 適合在高位 鎖定利潤 如果有短炒的時候 但是反過來 如果想買的話 或者說 因為其實投資者 有些都喜歡 保持著那個 和觸國 就不是說大的事 大家會走去 但是說想保持著觸國的話 我就覺得 去到之前那些低位 那些低位的時候 才出手就會比較好些 這次方面來說 低位就是19178 也算是一種